熱帶風暴海貝斯的強度逐漸減弱 天文台在星期日下午1點20分 取消一號戒備訊號 雖然海貝斯開始遠離香港 但天文台說天氣仍然不穩定 預料今天稍後 海貝斯會在廣東東部沿岸地區登陸 而本地普遍風力不會顯著增強 但香港會受海貝斯的外圍與大影響 會為香港帶來驟雨 海面亦會有湧浪 這兩天的天氣都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 一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大家無論是晚上出去和爸爸吃飯 還是星期一上班上學都好 都是記得帶一把傘